experiencia 是平時買些電腦雜誌 看電腦書 或者好像想多一些workshop 新娘我公司 我自己本身是做一般的旅運生意 已做了二十多年 在各方面都可以在本地上妥善 不過有些問題是經常偷通的電腦問題 今次各位分享一下 ICG沒有給我錢 沒有廣告費收費 不過為了多謝他這麼久對我們的支持和幫忙 我覺得為何要做一些事情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什麼好處 讓大家知道有關我們的行業或公司的事情 知道結構之後 再知道需要一些IT outsourcing的好處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公司本身是做這些生意的 租車、租船、遊客目 你們在聽話之後得到一些 100Mbps的寬頻 或者一些outsourcer、ICG的東西 我便想得到一些廣告時間 不好意思 我想了解一下在座各位 剛才Edwin問過你們公司有多少個伺服器 我想知道公司有20人以下的公司 哪位朋友是有20人以下的公司 都有幾位 根據一般來做法 中小企的定義是 如果是50人以下的公司 都絕對是叫做中小企的 我公司寫字樓也有20多人在 另外一個寫字樓在航空火車站 我們兩個office經常要做一些溝通工作 那說回我們寫字樓先 我們寫字樓做一些生意 我們outdoor service的staff都有很多個 因為很多時候都要提供一些服務給他們 很重要一點就是 我們加這麼多的services 譬如我們有些分車服務 包括司機、租船、租巴士 包括司機、導遊在街外工作的時間 他們都會和公司保持一定的聯絡 去取得最更新的資料 我們公司自己做的 本身做的事就是 我很藏著一些公司裏面的資訊系統 我自己本身 因為我對IT的重視 我自己本身周圍捐過很多公司 去找IT support 例如我找一個生產力管理局 他有一個IT Consumption Service 去問他我公司怎麼做的 我當然是說多年前 我自己找過香港政府的IT Audit 他們曾經試過一些免費的服務給中小企 去找他做我們公司的IT Audit 也參加了很多個不同商會 或者不同政府機構去做一些這樣的 consultancy service 在這方面我自己掌握了很多資訊 去到最後 我公司就是 不如是自己一個方向做 我公司的公司 公司從創了很小的間 到現在有少許的規模 我公司在走 跟一般中小企的東西一模一樣 譬如剛才說的 E-mail Server 或者Excel Server Database Server Anti-virus Gateway 譬如Microsoft 2003SPS 我們都在走這些中小企一般 大家在走的東西 譬如我們的PC 在走一些XP 或者MISO 當然MISO 加不太多人喜歡XP 在這方面做事 我們很需要一些人支持 以前行2036 DOS Lobel 自己支持 自己學了 自己支持 支持不行 打個電話 我想各位很多時候 收到很多fax 廣告 有什麼電腦問題 打個電話收到300元 200元 以前我是這樣做的 自己又懂得 到最後 覺得公司有些規模 開始走一個Windows OS的平台 很多東西自己都不懂 我自己上個課 上個一個星期的課 買月幾天時間送的 上課了 認識了很多東西 上課後 發覺很多東西自己懂 好重要一點 就是中小企一般 你一定要知道 你不需要認識 知道了之後 叫人去做事 做了之後 跟著得到什麼 因為知道伙計做得可不不好 知道伙計行不行 那我就請伙計回來 請一個兩個回來 給我看了個思考 有時做一些in-house program 什麼 問題出現了 你的伙計做的事 在你面前做事 但實際上做什麼 我又不知道 因為他在家裡搞好 還有一件事 我們經常遇到問題 他就說 咦 同事 我在這裡看過雜誌 有沒有service 你知道多少東西 原來我知道的東西 更多 他平時在家裡 喜歡玩玩其他東西 在公司做自己的事 我經常看雜誌 看到之後 問他 他是什麼 怎樣 公司再做好些 他的答案 他通常都說 老闆回去看看 先 然後問一輪之後 都不知道 到最後 他很難過得到 我這些不斷的詢問 到最後 都是 很多時候做了些事 沒有質疑中 叫做的做不到 自己很喜歡看電腦書 電腦書說這樣做得 為什麼你不行 到最後 這方面 比較難滿足到 我自己本身 對電腦的興趣和需求 好了 到最後 請一間公司做事 這間公司 我寫了一些program 找幫忙做事 做先生support 問題在這裏 我們現在 中小企 經常性 找一些vendor做事 很多時候找錯vendor 是很痛苦的 他未必那麼多時間serve你 未必那麼專心 或者他知道的知識 也不是那麼全面 或者那間公司 有些人很聰明 但他未必是serve你的 我找你serve我之後 但他得不到一個好的結果 經常性找你就遲 問一些問題 找那個聰明的人 很久才能够回到你 有什麼問題的時間 他不即時能夠做到解決問題 經過很久的周旋之後 都是要忍痛國外 再找另一間公司 問大家 問另一間公司的時間 當然是靠referral 查 聽 有些公司說 這間公司大 他可以給你很多serve 哪間refer 過來 一問價錢 怕怕了 不是這樣的 最後 我們經過很多時候 朋友推介 或者調查 都找到其中一間 這麼巧 這間就是今天 做Creditation 的ICG 我們找到他幫忙 做了兩年 兩年之內 公司的系統很穩定